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女佣非常直头变疯狂的故事 曼哈顿女佣 玛丽莎是一个居住在纽约的单身母亲,她从小在贫民区长大,所以个性坚韧不为辛劳,同时也是善良和独立的女性 她在酒店做着客房服务,那里有一大群和她一样的女性 面对客户的各种要求,玛丽莎也能井井有条,她对儿子的教育是失败就重来 虽然工作和孩子都让她忙得抽不出身,但玛丽莎也和大多数女性一样,梦想着找一个白马王子 她也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晋升,看起来玛丽莎好像在做白日梦 然而很快公司就要选拔一个新经理,幸运的是服务员也有深情机会 这对玛丽莎来说是个大好的机会,就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玛丽莎被同事怂恿,穿上了客户不要的套装 正巧儿子来酒店找她,一同带来的还有儿子的新朋友 玛丽莎,玛丽莎是个政府议员,走到哪里都会有一大群媒体包围 她对玛丽莎一见钟情,但她并不知道玛丽莎的身份 她还以为玛丽莎是住在酒店的客户 玛丽莎也害怕说出真相,玛丽莎就立马转头就走 所以没有向玛丽莎说出自己的真名 玛丽莎带着母子俩一同去公园散步 玛丽莎却表现得很紧张,生怕把衣服弄脏 玛丽莎邀请玛丽莎去参加慈善晚宴 参加的人需要2500美元 开设晚宴的目的是为了参选一元的曝光率 玛丽莎告诉她,要是真的想做好事 就应该直接把钱圈给学校 而不是把钱用来开设晚宴 这让玛丽莎对这个女人更加好奇 这么真挚不做的女人是她的菜 回去后玛丽莎就被经理告知 她获得了主管的培训机会 原来同事背着她偷偷提交了申请 与此同时,她和玛丽莎的散步消息也被记者登上报纸 所有人都在猜测她是玛丽莎的新女友 很快,玛丽莎就让人邀请玛丽莎吃午餐 但经理却把邀请函送给了真房客卡罗林 很快卡罗林来了 玛丽却傻了眼 这根本就不是她邀请的女人 她学问主管怎么回事 主管和玛丽莎的关系很好 她一听就知道说的是玛丽莎 但是她为了玛丽莎饱了命 吃了冷饭的玛丽开车回去时 看见了下班回家的玛丽莎 但再次被玛丽莎含糊拒绝 很快,玛丽莎的顾问就找到玛丽莎 让她必须出席慈善晚宴 并在晚宴上切断和玛丽莎的关系 这样,她就可以顺利当上经理 玛丽莎开始还有顾虑 但在同事们的劝导下 她决定参加晚宴 宴会当晚,玛丽莎盛装出席 玛丽莎却不同意和她切断关系 反而对她越见沉迷 玛丽莎想和玛丽坦白欺骗她的事 却被玛丽的告白打断 两人的关系在当晚有了质的飞跃 但梦再美好又醒了一天 第二天,玛丽莎悄悄地离开了 只给玛丽莎留下了一封信 她出来时却恰好被卡罗林发现 经过监控调查 卡罗林发现玛丽莎偷穿了她的衣服 卡罗林在玛丽莎面前揭穿了玛丽莎的身份 玛丽莎被饭店开除 而玛丽莎的前程也将因为她受到影响 虽然玛丽莎离开了酒店 但记者天天缠着她问 关于玛丽莎的问题 很快玛丽莎就参加了选举 玛丽莎的儿子在采访时 向她提了一个问 玛丽莎的回答是肯定的 最后她找到玛丽莎 两个人拥吻在一起 因为抛开阶层的结合 玛丽莎莎获得了大家的投票 而女佣最终真正的成为了凤凰 虽然电影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美妙的白日梦 但成功离不开一步一个脚印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